主辦和協辦的單位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自全國高中職大專的同學 一起來參加小水力發電設計比賽 這項比賽結合了台大水工所的專業資源 以及民間團體的熱情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要讓校園中的綠能人才 可以在農村社區裡 來實踐小水力發電的專業和知識 進一步帶動地方創生 這樣的綠能不只是一個單純提供低碳的能源 而是一股潛在的力量 能夠幫助農村社區發展 過去 我曾經參考過達魯馬克綠能部落 很清楚再生能源因為具備在地分散的特性 非常適合用來支持農漁村和原鄉部落的發展 今天的比賽正是從花蓮獨特的水力資源來思考 我們如何用跟大自然共存的方式來繁榮地方 這幾年來政府積極推動能源轉型 不僅呼應世界減碳的潮流 還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廠加入R1-100 使用大量的再生能源 許多外商也因為綠能的商機來台灣投資 從這樣的趨勢可以看到 綠能絕對是台灣產業的未來 而今天參賽的同學們也將是台灣社會的未來 在這裡我要祝福比賽順利圓滿 各位都有滿滿的收穫 謝謝大家